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的频道 小日本加入了奥库斯了 目标就指向中国了 这个咱们之前谈过一起 我跟他讲的当时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你既然是要武装 武装东亚 你看他在干什么 日本人加入 奥德亚加入 实际是在武装东亚 看到了吗 武装东亚 包括台湾现在也被武装 包括菲律宾 那你武装东亚 中国怎么办呢 我跟大家出的招是什么呢 是武装中东和南美 你能武装东亚 那我当然也可以武装中东 我们应对措施嘛 这个小日本现在呢 他就不是奔着和平去了 现在既然是这样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你看那个 实际他这个国家战略 就是要干中国 他没有别的国家战略 就是要干中国 咱们说这个国家 尤其是日本 发财 发家是靠掠夺 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 现在已经拥有了巨额财富 那么实际面临的 就是你怎么保住 守住财富 不为人抢劫吗 对吧 而别的人在武装 磨刀祸祸 你可以想 现在亚洲不就这状态吗 所以你怎么保护自己 你有巨量财富以后 你得想的是怎么顾保安 保护自己 那么就是不被掠夺嘛 当然这个清朝的时候 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国家 别忘了中国 中国清朝的时候GP排第一的 那个朝代 那个时代 那一百年 1840年 1949年 那一百年 那其实比五胡乱华时期还要悲惨 五胡乱华时期还要悲惨 毕竟那时候还有难度 五胡乱华时期还能难度 你把猛元时期 猛元时期也挺悲惨的 但是也是小一百年 堪比那个时代了 但中国惹到西方了吗 没有啊 我没有去掠夺你啊 对吧 我只是中国人民勤劳致富啊 中国无罪啊 对吧 但是欲加之罪啊 实际就是你有钱了 你当然就要我被我掠夺 所以美国西方掠夺 近代西方啊 从大地底大发现 无一不例外的全部是掠夺 奴役啊等等 殖民啊 那中国呢 有了巨大财富之后 现在又被人盯上了 中国的GP是世界第二了 实际GP是世界第一啊 这么巨额的财富 当然西方是唬担担了 对吧 那如果中国没有 现代工业能力和军事能力的话 西方早就动手了 中国早就被瓜分了 你看那台湾人还在宣传呢 把中国大卸拔块 这哪怕现在中国拥有 如今的军力啊 美国啊 依然是对中国唬担担的啊 说白了 他就绝不能放下这口肉 你肉是唐僧肉啊 那虽然中国最近呢 成为啊这个 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但是中东和乌克兰 现在还是最还是热战啊 所以最关键的核心点 是在这儿啊 这个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 包括日本 加入奥古斯等等啊 其实都是美国准备 对中国动手的一个 一个前兆啊 千万不要小看啊 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 意味着这是个常态化了 那么日本 韩国包括中国台湾都可能在这个 他们国家部署中程导弹了 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终身就受严重打击了 这意味着中国绝不能忍 那么意味着中国可能采取进步反制 日本正式加入奥古斯 那这个奥古斯啊 美国啊 英国和澳大利亚啊 搞的把他们名拼一起 是吧 奥古斯 当时搞出来不太成功啊 包括啊 美日印澳又搞一个四国机制 也不太成功啊 美国想法啊 就是实际就是学乌克兰啊 你看 俄罗斯是 这个进入到这个 战略陷阱当中啊 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他搞出一个用欧洲人的钱 欧洲的人来制衡俄罗斯 美国人在亚洲也想搞这么个机制 用亚洲人来制衡中国 但是现在找来找去 这没有这么一个盟约 他现在所有盟约都是那个 自行车链条式的 都跟美国签 但是他们要搞的 是个相互担保的庞儿骗局 我讲北约那个东西是庞儿骗局 想搞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实际上 亚洲组成一个小北约 然后呢 跟中国对抗 实际不就是把中国人彻底的 拉进了亚洲战略陷阱当中了吗 美国想把北约拉到亚太 一直在搞 但是美国拉亚太 澳大利亚 北约 铁尔蒙和英国 一起建这个联盟啊 不太好使 因为这些东西啊 这些人都不在亚洲啊 他目标是中国是没问题的 但是把这个 他代表不了亚洲啊 美国陆续把日本韩国菲律宾 也纳入其中 形成一个东方北约 最后把北约啊 这个在欧洲干的事 再在亚洲再来一遍 打成一个新冷战 格局 但是日本现在正式 宣布加入的话 就标志 他有一个实质型动作 这是针对中国东方北约的 开始扩原的一个明确信号 日本加入后呢 加拿大总理也已经表示要加入了 那就把北级要扩进去 那中方正在考虑 怎么应对加拿大 那接下来 韩国菲律宾会不会也加入呢 对吧 从地缘隔击看 中国是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风险 三个动作 首先中国有一个动作 就表态 巴勒斯坦有武装抗争权力 这是咱们王毅公开讲的 这就是我们下一步武装中东的一个理由了 我是合理的 武装中东必须要找一个合理由 巴勒斯坦武装抗争的权力 什么意思 我要提供支援可以 这是咱们这个 在联合国 应该是就 巴勒斯坦问题 就领土问题 当时咱们这个外交部 应该是 做了重要表态的 第一 自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以来 已经有过去57年了 无论占领持续多久 占领的非法性始终不变了 被占领领土的主权始终不变了 我们坚持这个 以色列的占领是非法的 这个前提架巴勒斯坦人 有权以对以色列的殖民主义 非法占领实施自卫 这个意义重的 这就确定了巴勒斯坦 哈马斯对抗以色列合法性 注意啊 最新 我给大家汇报一个最新消息 哈马斯和 应该是巴勒斯坦内部的 哈马斯和他的法达赫 到北京和他了 这我一直讲的 这就是中国能做的 实际就劝和出台 你们两个团结之后 才有可能带来真正的巴勒斯坦人团结 然后去移植对外 确立哈马斯对抗以色列合法性了 现在中国已经确定 哈马斯现在也已经进入到中国支持的一个行列了 以前是法达赫 现在哈马斯也已经进入这个行列了 这是在国际法层面已经得到确认了 对吧 我给法达赫的支援 我当然也可以给哈马斯了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可以说中国未来 有人说过去难道哈马斯反抗就不合法吗 其实从法律上讲 从情力上讲合法 但是其实没有大国出来背书 你就非法 以色列说哈马斯为恐怖分子 满世界媒体都报道 那他就是恐怖分子 没有大国给背书 他就是恐怖分子 中国现在给证明了 哈马斯顶多是民间武装了 哈马斯是民间武装了 这个动作就是绝了美国 以色列的所有未来 去让哈马斯武装 变成恐怖组织的一个 这么一个 直接就截胡了 这个政策在中国这就不合适了 中国的斡旋 现在法达和哈马斯正在和解 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动作 如果和解之后 巴勒斯坦如果真正成立这么一个 独立的国家 中国肯定是承认的 那这个时候 以国家形式 我来支援你 是不是武装中东了 所以注意阿勒伯的电视台都在关注 这两天已经在北京会晤了 哈马斯和法达和 讨论主要是双方和解问题 沙特和伊朗已经和解在北京了 现在又在哈马斯和法达和 中国应该是拿联合国和平奖 意味着可能全力对外了 那这个是让沙特伊朗和解成功 也就意味着哈马斯和法达和成功概率更大 中国古巴又展开了军事合作等等 你看一系列动作显示 中国绝不会就坐等你亚洲版北约成型 我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实际提前动手 那就是逼着中国必须要武装中东和南美 古巴的高层来访 其实中方强调的实际是用实际行动 来帮助古巴展开军事建设 这扩展当然可以很大了 我可以派军舰军演 我可以给你培训你的相关人员 我可以卖你的军火等等 所以这一系列动作都表明 中国就不会坐视你日本加入 加入亚洲安北约奥克斯联盟 坐视你在我中国家门口药养威 我一定要在你的软肋中东和南美 我也要落子 这可能就是中国的反制措施 所以这次布林肯到北京见习近平 可能会这个习近平会当面指出这点 咱们拭目以待